到了波黑感觉这国家跟塞尔维亚又有点不同了 房子感觉也不太一样,桥也不一样了 旁边的树,以松树为主,岩石,山一般都是石头山 刚才买电话卡激活了半个小时 这会儿有一个小伙子帮我弄了 帮我弄了一张,我也没好意思这样子帮我弄另外一张 后一张我又自己弄了,这边买电话卡 买完以后你还需要充值 充值完事就给你显示上面有3块钱 你可以选择三日套餐,三日好像是30G套餐 这边网速还挺快的,我看网速是LTE 好像不到10G,但是还可以 我在塞尔维亚一直用的都是3G,没用过4G 这个地方是波黑,维舍格勒 是紧邻着塞尔维亚的边境小镇 这里是波黑 这里的风景也非常好 而且也是免贴 很方便 很方便 开车从 上尔维亚过关 到这边 过关一共就需要十几分钟吧 这边又不一样了,景色 小狗 小狗 小狗狗 这个桥的名字我就不念了 这桥的名字太长了 我也念不会 这实在是太长了 去看一下吧 挺漂亮的 这里气候非常宜人 穿什么的都有,有穿厚的 穿薄的 我们就穿着薄的 穿着半胸 他们大多数都是穿着 卫衣棉服 大概都是 有的长得特别小 有的长得特别大 这应该是小孩 但这边好像跟塞尔维亚比 人比较小 好像 塞尔维亚人特别壮 特别高 你跟他说话都费劲 你都需要抬头 这边人 就明显小了很多 但是这边人长得挺漂亮的 好像 男的都挺帅的 女的也都挺漂亮 气候挺好 嗯 气候也好 挺好的 他说我长得像古彦主 我还不乐意呢 我比他好看嘛 是吧 看你像隔壁五老二 我还五老三 我小明这五大山出 不 对 你小明这要拿来的 哈哈哈哈 做啥 不知道 走了 赶紧走 散拉热窝 散拉热窝 到散拉热窝 得五点了 你看 如果啊 前面还有什么景色的话 估计就要很晚才能到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